甘乃迪,这个也是骂人啊 当他第一眼 甘乃迪啊,把人当他第一眼 指责作品向雪地面门来解说 现任中华甲骨文学会副理事长的陆松赫 是台中医中第43届的毕业生 而成者一种百年少庆系列活动 也特地受邀回到母校 展出他另类的书法创作 不走文字之美 而是把书法当成了一件装置艺术来创作 我们毕竟是现代人 我们希望都表达一些现代的情思 或现代的社会状况 而这三个作品连作 从中间的发想 就所谓的我们年轻人或电脑族群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 我们觉得他们是乱乱瞎掰的 把台语啊、英文啊、礼语啊 什么都把它搞进去 所谓的火新闻 我就突然想说 我们写书啊,难道不能瞎掰吗 后来我就掰出来 这一幅就是我们所谓的 传书的瞎掰火新闻 我把它取名水新闻 那一幅就是草书瞎掰的 我们就叫做金新闻 就呼应一下这个社会状况 用一种虚威性的方式 用书法来表达 摆脱书法传统赋予他心意 跟年轻一辈的鱼翼结合 让人大开眼界 台大物理系毕业的他 是靠着物理系归纳的训练 让他对甲骨文 甚至中国的古老文字 都是不过有研究 因此这一次是特别跟辅禄结合 创作出一件件鬼神类的书法作品 例如说这个字是皇帝的地 你没有问题 我们就一直往皇帝那个方向去想 反而没有思想的自由空间 对不对 这个字是禄 你一定就想禄 只是想说这个禄还蛮可爱的 但是这个文字脚 你不晓得位解 反而它有一个很大空间 让你去营造气氛 所以我有时候反而很喜欢用这些未知的文字 把它复以一个好像新的个性 也许你想的 跟我有点差距也无妨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自由度 这一次的书法展中 是专挑一些未被辨识的文字 用来进行创作 有一些意涵 让人不免会会心一笑 而在台中艺中艺术中心 是展出到20号 希望借此来祝福母校百年孝庆 圆满成功 记者李健阳台中采访到